那时在加利纳亚的加纳 有人举办婚宴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们 也认邀来参加婚宴 婚宴预备的酒喝光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回答说 女人 这事对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时刻还没有到 不过他的母亲对仆人说 他吩咐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那里有六口石缸 是犹太人行取结礼时用的 每口缸大约可装两三桶水 耶稣对仆人说 把这些缸全装满水 他们便把缸装满了水 直到缸后 他又对他们说 现在去缸出一声来 送给现值的总管 他们就送去了 总管尝了水便的酒 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只有那些缸碎的伯人知道 总管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 人们都事先摆上好酒 等客人喝够了 才摆上普通的酒 你反而把好酒留到现在 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是在加利纳亚的加纳行的 他占显了自己的光荣 他的门徒就信了他 是在加利纳亚的